化為濃 在肺部就是痰 咳出來就好了 那這些白血球從哪裡來呢 從骨槌 這是電子顯微鏡看的 看的底下的情形 像這個是還沒有出生的白血球 這個是剛生下來的小隻的白血球 它會長大進到我們血液 就是大家身上正在循環20億到60億的細胞 遇到細菌來的時候 感染的時候 馬上可以保護我們 這個就是免疫能力 那免疫細胞不只是對付這個細菌而已 它還可以對付癌症 089怎麼抵抗癌症 一般我們可能在年齡到達某一個歲數的時候 或者40歲或者50歲 的確身體會開始癌病變 甚至這個癌細胞都會跑到血液裡面去 不過假如我們的免疫系統好 免疫能力強沒有關係 我們的免疫細胞 馬上遇到這些外來的東西 馬上會起反應增生 而且分泌抗體 來把這些癌細胞消滅 這是淋巴球抵抗癌症的一個模式 就是它很快的反應而且分泌細胞 分泌那個抗體作用在這個癌細胞上面 使它溶解掉 另外我們有可能在身上某一個地方 有癌細胞產生的時候 比如這個模擬圖是模擬大腸癌 正在開始產生的時候 我們免疫系統強的話 我們的巨噬細胞跟淋巴細胞馬上靠過來 遇到不好的細胞 巨噬細胞馬把它吃掉 淋巴細胞分泌抗體 把這個癌細胞破壞掉 以上的簡單的說明是 免疫細胞怎麼抵抗癌症 那為什麼癌症還是有人會得呢 跟飲食有關 第一點就是肉食過度 真的會造成所謂的酸性體質 什麼叫酸性體質 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人體的新陳代謝 我們一個細胞在進行新陳代謝的過程 的確會產生很多酸性的物質 這是新陳代謝的種種化學反應的代謝物 我們的細胞有如一個複雜的化學工廠 裡面的構造是非常的複雜 它在進行新陳代謝的過程 是進行無數複雜的化學反應 化學反應就是把我們日常飲食吸進去的營養 不外乎是蛋白質脂肪碳水化物 送到這個化學工廠以後 進行分解再合成 這個過程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做新陳代謝 問題就是說這個新陳代謝的過程的中產物 通通是酸的沒有鹼的 譬如說蛋白質的中產物是會產生 硫酸、磷酸、脂肪碳水化物的中產物 弱酸、乳酸、焦葡萄酸 還有其他的物質我沒有列出來 總而言之就是酸 那細胞這個酸堆積過多 的確對細胞會產生傷害 不過細胞有正常的中和的基準 它會從血液裡面的鹼把它中和 血液的鹼一般是以這種狀態存在 碳酸鈣跟碳酸鉀存在我們的血液 一樣的細胞會把它利用 那我舉個例 一分子的碳酸鈣加一分子的硫酸 學過化學的都知道 兩個加起來的化學反應 中產物是二氧化碳水跟硫酸鈣 這是其中一個化學反應而已 二氧化碳藉由血液就送到 肺部敷出去就好了 水跟硫酸鈣呢 送到腎臟從尿排出去 或者從流汗 汗線也可以排泄這些東西 那我要強調的是 只要是活的細胞在新陳代謝 一定會產生酸的 酸性的物質就是這樣產生 會堆積在體內 不過人體適當維持平衡的話 不會產生 因為有進有出 那問題是什麼 吃肉 肉食太多的話 的確會大量產生過多的酸 蛋白質在細胞內大量的水解 剛剛講過很多酸會真的堆積 產生過多 到達某個程度的時候 這個酸超出細胞能復活的時候 在這個當下同時 血液中的鹼一般以鈣代表 會大量的被用掉 而且減少 我們曉得維持一個 細胞膜通透性的內外 鈣跟鎂是配對的 鈣跟甲是配對的 鈣大量的進去的時候 鎂會大量的跑出來 達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這個鈣跟鎂在細胞膜內外 在發生很強烈的巨變的時候 會影響到整個細胞膜穩定性 細胞膜會老化 細胞膜的滲透壓會出現問題 意思就是說 這個保護這個細胞的那個構造會 分子會發生改變 一般說細胞老化 在這個當下 假如有病毒發生 病毒在外面 很有可能有機會 物理性的侵入 一旦侵進去以後 病毒跑到細胞內 很容易產生後續的一些病變 最早研究這個的是 日本都立大學 柳澤文正博士 他研究100個癌症患者 抽他們的血檢查 居然發現怎麼通通是 血液裡面都是鈣減少 鎂離子聚增的這種現象 這是所謂的酸性體質的定義 酸性體質之下 細胞真的一個細胞 細胞膜很容易發生變化 細胞的功能退化的很快 那酸性體質真的是 所有疾病的冠病之源 比如說我解釋給大家看 肉吃太多 酸性體質漸漸產生的時候 血液的紅血 紙體 checks 酸性體質改變化